找到一個固定長度 像長橫哥剛好全部都是七個字 但是會有個問題 要怎麼樣可以變成 把他的逗點、句點跟換行全部拿掉 變成最後看到的結果是類似像這樣 那這樣你才切割應該就會是對的 他底下原來是原文 原來是長這樣子 那我是怎麼找到 我是用長橫哥全文去搜尋 我找第二個 因為第一個好像格式比較亂一點點 我是找第二個 理論上就是把這些資料 通通都把它複製 複製起來 不過複製怎麼樣比較快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這樣 就是你可以先選頭 選兩個字或三個字都可以 然後再按SHIP鍵去選最底下的 比如說我要選到哪裡 選到這裡 你按SHIP鍵 選到那個 去點右邊這邊 點一下就可以了 按SHIP鍵再點右邊 他這樣就全部選了 選完之後 這邊有個小技巧 建議各位 如果說你假設要得到的 就是我們只要什麼呢 沒有就是句點 沒有逗點 然後沒有換行的資料的話 也有個小技巧 就是說你把這些資料選完之後 我是建議你不要直接貼到resale 因為如果你貼到resale 來處理的話 相對的比較不方便 我建議你可以利用WORD 來先做前置處理作業 那WORD呢 有哪些比較好的功能 值得來做 像這個 我們首先把資料貼上 開啟一個WORD 然後把資料貼上 那貼上之後 我建議你貼上之後 我建議你旁邊有個智慧標籤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純文字就好了 哪個是純文字 有沒有發現 在那個剪貼部的 右下角有個A A的話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貼上什麼 貼上那個原始資料 也就只有文字格式 OK 或者是說 如果你假設看不清楚 你可以點這個 設定 這個預設的 設定預設 取笑一下 選這個就對了 只保留文字的選項 OK 好 點下去 那你會發現呢 它就留下我們要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去掉什麼 其實好像瓜葫的部分不要吧 不過瓜葫好像有兩個 好像它基本上是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資料的右邊吧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選的話 比如說它有兩個瓜葫 但是如果你要同時選的話 按Ctrl鍵 這樣選 或者是說 將來如果很多的話 你要一整個選 另外還有一招 就是說你可以 只有選那個 Word的右邊的話 有個按鍵蠻重要的 你可以按LT鍵 然後再去選 它可以讓你只有選一半 OK 這一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按LT鍵 然後再去選 LT鍵按住之後的話 它可以讓你選什麼左邊還是右邊 記得按LT鍵 按Delize就可以了 它就把那個瓜葫的資料給刪掉了 那再來的話怎麼樣 把那個其他資料 把它給去掉 裡面包含就是說 把豆點去掉 把句點去掉 還有呢 把什麼呢 把換行去掉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把它去掉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取代 常用裡面不是有個什麼 取代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取代在這裡的 我是習慣是記那個快速鍵 Ctrl加H CtrlH的話 實際上就是取代 那取代的話 你可以先取代什麼 取代那個豆點 把這個豆點 CtrlC 然後呢 CtrlV貼過來 我們這邊 貼過來 然後全部取代 豆點不見了 再來把句點去掉 CtrlC 這邊的話呢 CtrlV 全部取代 好 那再來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我發現同學 那個 取代換行 常常不太知道怎麼取代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取代的話 就變成說你要突發鏈鋼了 怎麼突發鏈鋼 慢慢delete 好像裡面有幾行 好像有 總共幾十行吧 你要慢慢delete 也蠻花時間 我建議各位 你可以記一個功能 如果你要把換行取代掉的話 你可以找到 握的裡面有個取代 叫更多 更多裡面有一個叫指定方式 指定方式裡面就會有個什麼 如果你要取代的是換行的話 那你可以找到段落標記 特別注意喔 這個就是段落標記喔 這個也是握的裡面才有的功能 有沒有 或者你可以自己輸入了 一個向上符號 然後一個P 這個就是換行 那你就把它全部取代 你會發現喔 它會把這裡面所有的換行 全部都幫你刪除掉 OK 那這樣的話你就不用手動 記得當然效率會比較高一些些 有沒有 然後它全部都取代 總共七十三個 意思說如果你要手動的話 你要按七十三下delete 那其實太浪費時間了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 幾乎全部的資料 就全部串在一起了 那我剛剛算過了 這裡面應該好像有八幾個字呢 長橫哥裡面有幾個字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對下方有了 這邊有了 OK OK 好 那所以喔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有我們要的資料 那假如說呢 我今天希望喔 可以把長橫哥一樣放在Excel裡面 可能你可以放個兩欄 你可以放個三欄喔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拿來的 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之後的話呢 可以再開一個Excel的檔案 比如說我們用那個上個禮拜的 上個禮拜那個 那個檔案我們是 你就打開之後 然後再試試看喔 把那個長橫哥的部分 稍微再練習一下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講一下那個剛剛 第一個喔 我搜尋那個長橫哥全文 我是找第二個 當然你們自己找 其他的如果有更適合的話 OK 然後把它全部選起來之後 貼到Word 記得喔是貼Word 不是貼Excel 因為Word相對Excel 他在處理文件上面能力比較強 那裡面的話喔 最重要就是貼的時候 記得喔 記得貼上文字就好 其他格式不要 第二個的話呢 用取代 取代的話 比較重要就是說 把豆點取代 把句點取代 然後把那個換行喔 換行比較麻煩 他其實會躲在 更多裡面的指定方式的段落標記 OK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換行喔 快速的取代 取代這邊就保持空白 他就把它清除掉 這樣就全部OK了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 三字經的部分喔 再做一個延伸的練習吧 剛剛用的瀏覽器是Chrome 你們用的好像是Edge 因為好像那個Chrome要另外裝 你們用Edge的話 那如果用Edge喔 複製過來的東西 跟我這邊的這個Chrome複製過來的東西 居然是不一樣的耶 很妙喔 我剛剛才發現 因為剛好幾個同學問同樣的問題 明明這邊複製過來有沒有 選 我是選兩個字 然後再選最下面 OK 然後按Shift鍵 這樣選 這樣比較快 有沒有Ctrl C 有沒有 然後你就直接貼過來 那貼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再新增一個喔 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一樣就是改成這個 保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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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啊 那我猜想應該是剛剛有同學 不一樣的地方我發現 就一樣啊 可能是你們貼上的時候 沒有改這個啦 這個有沒有 只保留文字 不過沒關係 好假設將錯就錯 因為剛剛同學 問的最多是這一個 取代的時候呢 奇怪 Ctrl H 然後取代的時候用什麼呢 用那個斷行符號 這段落標記全部取代 你會發現喔 只取代九個 那其他為什麼不動 跟各位講一下啊 請你慢慢要注意看一下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呢 叫做 換行 手動換行符號 如果是換段落 就是Enter的話 是這樣的符號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是換Enter有沒有 是長這樣 這個的話呢 是所謂的手動封號 手動封號是按什麼呢 按Shift加Enter Shift按住再按Enter 這樣才是有沒有 才是換行 換段落的話是Enter喔 OK 所以是不一樣的喔 那你想說 那你想說 我是他那個換段落OK 比如說段落標記 我把它取代 那他都不見 可是這個怎麼辦呢 其實跟各位講喔 你的指定方式 請你改一下 那個叫做手動分行符號 實際上呢 就是Shift加Enter 有沒有 如果你按Shift加Enter 那就是所謂的手動分行 那手動分行的話呢 在這邊的符號叫 就是這個手動分行 就是一個向上符號再加L啦 所以特別注意喔 向上符號加P才是段落 這個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然後就把它取代一下 那其他的話就是一樣喔 所以這個喔 記得再把這邊 把它取代成 豆點取代掉嘛 60個豆點 然後應該這個也是據點 另外好像還有一個東西 記得不要忘記 還有空白 有沒有像這邊好像有空白 有沒有空白要取代掉 所以空白取代 OK喔 另外好像有兩個刮弧啦 兩個刮弧這個可能就是 剛剛應該手動把它拿掉 如果沒有拿掉 你再檢查一下 這兩個刮弧喔 可以把它Delete掉 這樣子的話應該就OK了 記得空白也要取代掉喔 好那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請你把它複製 就是乾脆放在電子股這邊好了 因為我們上這個禮拜的就放電子股的另外一個長橫哥 插入一個長橫哥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我把它貼到這個D1的地方好了 因為我希望兩欄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就是1234這樣的關係好了 所以我這邊的話你們等一下就是 電子股旁邊這裡好了 所以你交作業的話就是交電子股這個 然後呢 名稱的話呢就是給它叫長橫哥 OK 然後呢在D1的地方先把它怎麼樣 先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先做跨欄至中嘛 因為我要放那些字 所以把它跨欄至中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把它靠 對齊方式它全部都至中 所以你可以把它靠上對齊 然後呢把它什麼 靠左對齊 另外還有一點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它按右鍵 除成個格式 讓它可以換行 自動換行 如果你沒有自動換行的話 它會跑到右邊去 它不會折行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好 那這樣的話 把長橫哥貼過來 對不對 長橫哥這個資料 理論上應該沒問題啦 不過請各位再檢查一下 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就Ctrl C 然後呢Ctrl V貼過來 這樣子就應該OK了 然後剩下來的話就是說 你要想辦法怎麼樣 把它七個字 七個字一欄 七個字一欄 所以 這個前面的話就是先怎麼 漢黃縱色施親國 就把它放在一到七個字 然後在八到十四 在十 應該是什麼 十五吧 十五應該到多少 十五再加七 反正呢就是七個字 七個字 七個字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按照上個禮拜的規則的話 還記得吧 怎麼做 其實當然第一個你可以想到用MID函數 文字類裡面的MID 沒有 那MID的話呢就切割 那特別注意喔 Test就是這個啦 這個一定不會變 那這個的話字數 Lumbo Chars幾個字 一定是七個字 所以呢 MID的第一個 跟第三個的參數一定不會改變 那第一個的話記得按F4 讓它前後加前的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那如果說今天呢我希望 第一次先抓什麼 抓從第一個字 這個是從第九個字開始 這個從第一個字開始 有沒有 然後下一個的話應該是從第八個字開始 所以當然你不是說叫你複製公式 直接貼到這邊來 那變成從第九個字 從第八個字 有沒有 第八的話應該就是到 欲雨多年求不得 有沒有 然後再來應該是第十五 再加十五再加七個字 再來就是 十五再加十四 OK 就是反正就是七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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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下放的話 那這個地方應該用什麼規則 可以讓它產生 這個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那個 長橫哥的部分 先把它做出來 放在D1儲存格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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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